应该如何评价明朝 明朝是一个极具内敛性的王朝 这种内敛性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多个方面 首先从政治上来看 明朝开启了绝对君主专制体制 废宰相这事就是朱元璋干的 包括后来弄出来了内阁 很多人还给这东西脸上贴金 说是制衡皇权的产物 其实那就是皇权的点缀物 可既然你搞君主专制 那你皇帝就好好负起责来 结果好几个皇帝还不理朝政 底下一群文官党同伐异 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行政效率了 基本上就是政府停摆 啥事都干不成 再说军事上 那就看看疆域呗 明朝的疆域全面缩水 对西域和中亚地区的控制基本为零 简直就是春风不渡玉门关 海上也就正和转悠了几圈 白糟的半天银子 最后还是搞起了闭关锁国 然后我猜就会有人反驳我 说明朝火器天下第一 明朝火器咱客观来讲是有所发展的 但也算不上天下第一吧 人家欧洲16世纪都普及火神枪了 第一支碎发枪已经发明出来了 您还跟那用三眼神冲这种落后的火门枪呢 等人家17世纪都普及了碎发枪了 您那连火神枪还没普及呢 说明朝火器落后欧洲200年都不为过 还有经济上 由于明朝的建立 宋元时期重视工商业的这种基调没有延续下来 整个国家又倒退回传统小农经济的苛旧之中 最后说说思想上 明朝除中晚期之外 整个思想界基本上就是一片死气沉沉 成诸理学 独霸江湖 科举考试 荼毒人才的情形也开始出现 明中期出来一个所谓的王阳明 这人啊被网上某些名吹给神话了 但说到底 王阳明的思想并没有真正的背叛理学 他只是在修正理学的过程中 加上了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 从而建构了新学 当然明末清初的确涌现出了一些思想家 但这并非明朝的贡献 恰恰是因为明朝的灭亡才促使他们去思考 从而开启了更伟大的清代学术 就这样一个王朝 明眼人都知道应该如何评价他 可还是有人愿意去吹捧他 给他唱赞歌 这种人可以说不是蠢就是坏 我也不想自己评价他们了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叫做明吹 打印象徒 打印象征 OK